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严富 上期节目我们聊了顾鸿鸣 我们说了,顾鸿鸣认为 在当时的人里面最可恨的人就是严富 因为严富翻译了天眼论 严富翻译的天眼论对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就不管你看没看过这本书 甚至你可能都没听说过这本书 但是这本书里面传达出来的核心思想 你一定知道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八个字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本书是1898年出版的 1898年是个什么年份呢 1898年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沮丧的年份 1894年的家午战争 中国大输了,中国输给了日本 这场战争让中国人非常的沮丧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 打不过洋人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连日本人都打不过 还割地赔款 中国人的自尊心可以说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中国的经营阶层就开始反省 中国和日本几乎是同时被西方打开的锅门 同时向西方学习 为什么日本学得比中国好 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有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中体气用 当时的士大夫们认为 西方的武器 西方的工业 西方的军事都比中国强 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这些气的层面的东西 但是在道的层面 在思想上 在文化上还是中国的好 所以要以中为体 以西为用 但是当第一批流氧学生去到西方之后 他们很快就发现 西方不只是有船间炮利 他们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西方的科学 哲学 文化 思想 他们被彻底的震撼到了 这时候就已经有人感觉到了 如果只是按照中体系用的方式去学习 是会出问题的 比如说郭松涛 郭松涛是当时中国的驻云公使 驻法公使 他就提出来了 他说我们不能只是学习西方的军舰和大炮 还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 但是在当年那个年月 郭松涛的话有没有人听呢 根本没人听 不仅没人听 还给他惹了很多麻烦 郭松涛是中国的第一个驻云公使 现在我们说 国家派出的公使是一个很有分量的职位 但是在当时驻云公使 简直就是一个没人愿意去的职位 在大家的眼里跟流放也差不多 在晚清的时候 凡是跟洋人打交道的 在官场上 在士大夫的圈子里面 都是被瞧不起的 凡是跟洋人打交道的 如果对洋人的态度是强硬还好一点 一旦对洋人不够强硬 基本上都被骂成是汉奸 别说郭松涛 就连德高汪仲的曾国藩 在处理天津交案的时候 他没有强硬到底 都被骂得勾血临头 李鸿章办的洋务最多 条约签的也最多 他也是被士大夫们骂得最多的 当时要是有哪个御史 去参了李鸿章一本 就算为此丢了关 士大夫们都争相恋情 但是这种情况 在家午战争之后 就开始有变化了 至少在上层的社会里面 有人就开始反思了 给中国的精英们 在思想上启蒙的 就是严妇的天眼论 家午战争的第二年 1895年 严妇开始翻译天眼论 1897年开始在报刊上连赛 1898年 天眼论的第一版正式发行 天眼论一经出版 就风靡全国 在中国的精英权子里面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甚至卖断货 当时有个官员 他要去拜访张志栋 他在选进线的礼物的时候 拿的居然是一本 刚刚买到的天眼论 可见天眼论的轰动程度 天眼论的核心思想 是物竞天责 适者生存 这个思想 对当时人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举个例子 胡适 他本来的名字叫胡鸿心 就是因为喜欢这几个字 他就把自己的名字 改成胡适 适者生存的适 陈九明号静存 取的就是物竞天责的静 适者生存的存 他说他的同学里边 还有叫孙静存的 也有叫杨天责的 由此可见 天眼论在当时 有多么的流行 严妇简直就是 被青年人追捧 崇拜的一个人物 胡适说 严妇所传播的思想 像野火一样 燃烧了多少少年的心和血 我们看过很多 民国人士的回忆录 在当时的上策人士里面 很少有能不受天眼论影响的 严妇也成为了 近代中国人的精神启蒙大使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严妇 也聊一下天眼论 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 思想的冲击 严妇1854年 1月8日出生 是福建人 他的父亲是当地 一个著名的医生 他的祖上特别重视教育 严妇5岁的时候 就开始跟随 四处老师学习经典 严妇在13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因为 抢救一名混乱病人 被传染然后死亡了 他父亲是家里 唯一的精神支柱 他父亲死了之后 严妇一家人的生计 就都成问题了 按照严妇家里面的期望 是希望他走科举 走功名的道路的 但是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 于是他就报了一个 当时福州的新式学堂 这个学堂的名字叫 福州传众学堂 他报这个学堂的 唯一的理由 就是只要能考上了 不仅他自己的饭食 都是免费的 每个月还能领到 四两银子 而且学得好的话 还有奖学金 每个月的四两银子 就完全可以补贴家用了 于是他就报了 这个新式学堂 严妇报了这个福州传政学堂 在当时看来 是他没能报科举的 一种妥协 但是这所学堂 带给他的事业 可不是一个普通的 科举的考生能得到的 我们知道 清朝的晚期 曾经有过两支 著名的海军 第一支是福建的 马尾水师 还有一个就是北洋水师 福建的马尾水师 最开始的时候 是福建传政局 福建传政局的 创办人是左宗棠 左宗棠在打 太平天国的时候 他亲眼见识到了 洋人的传间炮利 他发誓要创办 中国自己的海军 要引进西方 最先进的技术 所以他当时 克服了一切的困难 创办了福建的传政局 左宗棠后来调到了西北 在他调到西北之后 沈宝珍接手了 福建传政局 为了培养海军人才 沈宝珍办了 福建传政学堂 所以严妇报的 这个传政学堂 这个传政学堂 办的目的 就是为了学习西方 为了学习西方的 船间炮利 严妇是这个 传政学堂的 第一届学生 他的同学 有很多都成为了 后来北洋水师 里面的重要人物 比如说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有邓世昌 有林泰僧 刘不禅 方伯谦 这批学生 对中国的未来 真的是太重要了 严妇在传众学堂 学习了五年 这五年 他都学了什么呢 他学了英文 学了数学 电磁学 光学 热学 化学 天文学 航海术等等 你就光听 这些学科的名色 就能感受到 是非常非常的新 如果严妇接受的是 中国的传统教育 他根本就不可能 接触到这些学科 到了1872年 严妇毕业了 他的成绩是最有等的 然后开始上剑学习 是的 当时的传统学堂 是属于定向培养的 学生毕业之后 直接进入到福州水师 1877年 中国海军要选拔 12名人员 公费到英国学习 严妇的成绩脱颖而出 成为了12名中的一员 到了英国之后 这12个人里面 刘不禅 林太僧 蒋英超 直接上剑实习 剩下的9个人 参加了皇家海军学院的考试 其中有6个人通过了考试 这里面就有爷父 另外的人里面 还有方波谦 林永生 萨振兵等 方波谦后来是 北洋水师 纪远舰的管带 林永生是 京远舰的管带 萨振兵是 康纪舰的管带 后来萨振兵 还当到了海军总司令 严妇的这些同学 支撑起来了 大半个北洋水师 严妇在英国待了两年 这两年里面 他提升的 不仅仅是航海方面的知识 他对西方社会有了体验 在这期间 他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郭松涛 郭松涛当时正是 中国的驻法公使 他对严妇的影响非常大 郭松涛安排严妇 和他的同学们 一起去法国巴黎 参观了世界博览会 严妇参观之后 非常受震动 西方的一切 远远超出了他的任职 严妇还利用休息时间 去旁听英国法庭开庭 他看到原告和被告 坐在同一间房间里面 还有专门的律师 为双方辩护 这种景象闻所未闻 让他大开眼界 同时他又陷入了思考 严妇开始思考的问题是 西方比中国强的 只是船舰炮利吗 他看到了更多的 需要学习的东西 包括西方的思想 西方的政治 哲学文化 如果这些东西不学 只靠买船买炮 中国真的能强大起来吗 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跟郭松涛达成了一致 严妇和郭松涛 长得忘年交 1878年 严妇和他的同学 六个人都完成了学业 并且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在郭松涛的建议之下 严妇被留了下来 再学一年 在这多出来的一年里面 严妇阅读了大量的 当时欧洲流行的书籍 这些书籍的作者 包括达尔文 赫旭 亚当斯密 斯宾塞尔 卢梭等等 1879年 严妇回国 回国之后 他被调到了 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当老师 北洋水师学堂 在当时是一所 新式的海军学校 严妇在 北洋水师学堂里面任教 一干就是20年 他从总教席升到了会办 又升到了总办 在他任教期间 培养出了一大批 后来非常厉害的人物 就包括 后来当了大总统的 李源宏 严妇在教李源宏的时候 曾经送给他四个字 德高才书 李源宏也是参加过 当时的黄海海战的 只不过他运气好 他所在的光甲号 被继承之后 他跳水逃了回来 后来李源宏当了大总统 严妇也评价过 他的一个学生李源宏 严妇说的是 这跟他当时 李源宏当他学生的时候 他说的是一个意思 他依然说的是 李源宏道德很好 但是才能一般般 想要救国图存 光靠善良是不行的 而且在他的性格里面 还有懦弱 那就更危险了 严妇教的学生 大部分都进了北洋水师 1894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 这次甲午战争的战败 对严妇的刺激非常大 在北洋舰队里面 有大量的他的同学 他的朋友 他的学生 尤其是他那批同学 在北洋舰队里面 都已经担任了高级指挥官 在甲午海战里面 他们有的殉国了 有的自杀了 有的被处斩了 几乎全军覆没 在那段时间 严妇经常半夜起来大哭 他写字的时候 经常心惊手颤 输不成字 这场甲午战争 让无数的中国人 从睡梦中惊醒 洋人发起的鸦片战争 打了两次 打完之后 大清国就像没事人似的 自欺欺人 这次居然被日本打败了 而且还割地赔款 大清国是彻底的 颜面扫地了 中国的上流社会 开始清醒了 李鸿章提出 中国正在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严妇也提出 今日世界之变化 是自秦朝以来最大的变化 中国人当年面世的蚂蚁 早就不是以前那种 没开化的蚂蚁了 严妇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 文章的主旨 就是一个呼吁改革 他说 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但是怎么变法 中国又应该如何来应对 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严妇认为 中国问题的根源 不在于川坚炮利 而是在思想上 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 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 而现在在朝廷上的士大夫们 还在坚持着天不变 道义不变的思想 严妇认为 必须在思想理论上 彻底扭转这种局面 1895年 严妇开始翻译天眼论 1898年 天眼论的第一版正式发行 天眼论一经出版 在中国的精英权子里面 就引起了巨大轰动 天眼论的原名是 《演变与伦理》 它的作者是英国生物学家 赫旭黎 赫旭黎在他的演讲和 《路门集》里面 产发了达尔文 《物中起源》里面 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 那严妇为什么没有直接的 翻译达尔文的《物中起源》呢 因为《物中起源》 是一部纯粹的生物学著作 和严妇关心的社会问题 没有直接的关联 而赫旭黎的讲义 他既简单生动地 介绍了达尔文主义 还增加了赫旭黎 本人对人类社会的思考 那严妇对赫旭黎的著作 他也并不是完全的翻译的 他对原著有了很多的变通 天眼论的内容 由四个板块构成 第一个板块是以赫旭黎的 物竞天则的观点为主线 变通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第二个板块 以斯宾赛的 优胜劣汰的观点为浮现 变通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个板块 他加入了达尔文的物中起源 马尔萨斯的几何奇数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孔子的论语 庄子的庄子 他加入了这些材料中的一部分内容 第四个板块 严妇他加入了 自己自强保种的议论 严妇的这部天眼论 真正来自于赫旭黎的原著的内容 只占了全文的27% 另外的内容占了73% 所以准确地来说 严妇他不是翻译 他这种翻译叫做变异 1898年出版的天眼论 封面上写的是 严妇达指 什么叫达指呢 达指就是表达原作的目的和意图 也就是传达原作的基本意思 鲁迅的说法更清楚 鲁迅说天眼论是严妇做出来的 他说的这个做 就是摄取原作思想 对原作加以选择和取舍 再加入其他内容 包括严妇自己的思想 严妇之所以这么翻译 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的情况 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 严妇想要改造中国大众的思想 他必须先改变当时精英阶层的思想 精英阶层的主流就是士大夫阶层 严妇想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 来引入西方的思想 所以他不能完全的翻译原文 而且严妇他用的是同城派古文 文字非常的美 这也是为了迎合士大夫的口味 我们知道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啊 陈独秀他们提倡白话文 他们是在唤醒中国国民大众的思想 而严妇当时唤醒的是中国的士大夫 他被称为是开中国思想风气之先 如果没有严妇的思想的引入 也不会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 后来搞新文化运动的人 基本上都是受到了严妇影响很深的人 严妇所带来的思想 在当时就是平地一声雷 让中国的精英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天眼论究竟说了什么 天眼论对中国的走向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天眼论引入了物净天泽逝者生存的法则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首先物净和天泽这两个词是严妇创造出来的 他对物净的解释是物争自存 他对天泽的解释是存其一种 物净天泽的理论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它完全是生物学的理论 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理论 进化论主要说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物种是可变的 生物是进化的 第二个是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 然而生存的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 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 最后谁能活下来 要看谁能够更加的适应自然 我们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长颈鹿 长颈鹿它吃树叶 一开始的时候每只长颈鹿都能吃到树叶 可是到后来比较矮的树叶都被吃光了 这时候呢 长颈鹿的每一带 它们在繁殖的时候都会有变异 有一些长颈鹿 它变异过程中脖子就长一点 有一些脖子就没那么长 那些脖子比较长的长颈鹿 就因为能够吃到树叶而存活了下来 这就是达尔文说的适者生存 达尔文的进化论 当时在西方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西方把达尔文的思想应用到人类社会上 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 它既造就了某些国家的强大 又造成了人类的灾难 因为这套思想首先认定了资源是有限的 人类是需要竞争的 所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被认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既然是自然选择的 当然认为是符合天理的 所以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符合天理的一个逻辑 西方也开始有了种族主义 有了优等人种的概念 他们认为白色人种是优等人种 有色人种是劣等人种 所以白人歧视有色人种 甚至是灭绝的一些种族 都是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的 在这个理论下被认为是合理的 二战的时候 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 也是受到了这个理论的影响 中国被日本打败之后 日本人最喜欢管中国叫列等民族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说中国是东亚病夫 是野蛮人 是列等民族 严富把社会大尔文主义翻译到中国来 是想让中国人理解西方的思想 让中国人能够集体对外 能够保重自强 它确实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 进化论的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 第一个信念就是要竞争 因为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嘛 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 就是大家开打吧 谁打赢了 谁就是睡赢时代发展的 谁就是应该生存下去的 第二个信念就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 大家的理解就是 在人类社会里面为了生存而竞争 会导致社会的进步 在这种进步之后 后面的一代就一定比前面的要好 这些思想信念严重地冲击到了中国的传统思想 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 而不是优胜劣汰的 不是说谁强就谁说的算的 就比如说我上期讲的那个顾鸿鸣的例子 有一次 顾鸿鸣的一个友人请他参加宴请 来赴宴的大多数都是洋人 在就座的时候 大家都很谦让 推推让让 最后都推顾鸿鸣做的主位 顾鸿鸣在给大家讲儒家文化的时候就说 刚才做席位的过程 就体现出来了儒家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不同 儒家文化是按照伦理道德来排位置的 而不是按照谁强大就让谁做的 顾鸿鸣说 要是分不出来谁强大 是不是还在打一仗 分出高下之后再来排座位 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有德者拘之 大家以让来推出来这个谁做这个位置 西方的这种优胜劣汰胜者为王的思想 进入到中国以后 严重地冲击了以道德为根基的文化 但是当时中国大部分的精灵都信了这个理论 因为确实胜者为王呀 人家打赢了 中国打输了 落后就要挨打 所以这种胜者为王的思想就慢慢地深入人心 西方竞争的思想跟中国也不一样 西方讲竞争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源有限 必须为了生存而斗争 而中国文化一直说的都是不争之德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不争是符合道德标准的 争在中国文化里面是属于一个偏贬义的词 中国人推崇的是让德文化 在这个竞争的思想传入到中国以后 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北洋时期的军阀格局 各个军阀都在争 争地盘争资源 导致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 在国家的治理上 中国文化推崇的是不换国二换不军 不换贫尔换不安 所以中国的治理国家的目标 它是以军和安为目标的 而不是西方的富和强 中国文化认为 分配的平均比富更重要 社会安定比国家强大要更重要 在西方思想传进来之后 富和强也变成了中国治理国家的目标 进化论在政治上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 当时人们把政治制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君主专制 第二个阶段是君主立宪 第三个阶段是民主共和 因为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 当时的经营们普遍都认为 后面的比前面的奥好 君主立宪要优于君主专制 民主共和要优于君主立宪 所以当满清被推翻了之后 中国一下子就采用了 被世界上认为最先进的制度 就采用了民主共和 当时人普遍认为 只要采取了最先进的制度 中国就会变成最强的国家 但实际上这么做了之后 大家就发现 这个最先进的制度 在中国有那么多的水土不服 在发现水土不服之后 想退回去 又发现回不去了 袁世凯想退回到君主立宪 他失败了 张勋想退回到君主专制 他也失败了 所以说 进化论的思想 对中国的影响真的是挺大的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 严富是支持袁世凯的 杨渡搞的筹安会 里面有严富的名字 严富是筹安六君子之一 严富他虽然是进化论的引进者 但是他并不同意共和 他也反对革命 严富认为 西方能够采用共和体制 是有他的历史渊源的 西方的共和是建立在民众的 民主思想已经完备的基础上的 而当时的中国 他认为民众的思想差了还很远 严富曾经跟孙中山辩论过 他说中国最需要的是对大众的教育 而不是革命 所以他认为中国不适合共和 他认为应该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 是最适合中国的 严富他也有强人政治思想 所以他认为袁世凯 确实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人选了 所以呢 他加入了筹安会 但是他奔走的并不积极 筹安会的具体活动 他基本上没有参加 他只是列明没有做事 最后在袁世凯称帝时代之后 严富也算是有了污点 他躲到了天津隐居 最终又回到了福州老家 严富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 带动了中国学习西方思想的潮流 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要是他的天眼论 其实严富还翻译了很多传达西方思想的著作 他翻译的著作里面有八部 特别著名的 被称为八大名义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严富翻译的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叫 群集权戒论 群集权戒论的原文是论自由 这部著作传达的理论是 社会和个人都有自己的权 但是他们的权又都有自己的界限 每个人都有权行使他们自己的自由 但是他们的界限是不侵犯别人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妨碍了别人的自由 社会就有权对其制裁 社会制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别人的自由 如果不是为了保护别人的自由 社会并没有权利侵犯任何人的自由 严富他当时传播的这些思想 对于西文化运动时期 学生追求自由追求民主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严富他引进西方思想的初心 是想让中国人能够保重自强 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引入 严富在晚年他也有很多反省 尤其是在驿战之后 他发现西方文明造成了人类的浩劫 严富开始重新倡导 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废弃 中国的道德观是非常重要的 1921年严富去世 在去世之前 他写的一言是 虚知中国不灭 旧法可损益 必不可判 事欲群己对待之时 虚念几轻群众 可以看出来 严富一言说的是 不能违背中国的旧法 他嘱咐后人要几轻群众 几轻群众 这也是他自己一生做人的准则 严富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开通了1921年到1945年的专题历史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